這棟大樓我們拍了一 一樓二樓三樓 現在是在四樓 但是這間是兩個房 但是我告訴你們 我們在台中的東市本街 台中市東市區市區的本街 我們這裡有一個華夏 這一棟華夏 一樓二樓三樓四樓都要賣 有的有車位有的沒車位 只有這一個 這是沒車位 這是沒有車位 然後他有裝潢 很漂亮 是建設公司的物件 而且是我們的專欠物件 我們先進來看一下客廳 他客廳廚房餐廳 是都合併在一起了 所以 所以看起來空間感還不錯 不錯你從那邊拍過來了 對 怎麼樣 如何 很大 還蠻大的 他沒有三房的大 這個畢竟是兩房 對啊 可是這樣子已經很足夠用了 對就是很溫馨的一個小家庭 而且你知道嗎 很多家長都不喜歡什麼 開門就看到那個廚房 我們沒有 廚房在這裡 廚房在這裡 樓形的 好那 這裡有一個空間 這一間 這個是熱水器 特別說明一下這一間是沒有 沒有陽台的樑房 他沒有陽台 他只有室內的大面積的很寬的一個窗戶 但是他沒有陽台 所以呢 我們的建議如果說你真的要 一定會有洗衣服曬衣服的需求 那 如果有一個變通的方式 現在 其實 洗衣服的機器很方便 有這種三用一體的 三機一體的 洗脫烘 對啊 洗脫烘三機一體的擺在這裡 就擺在這裡 那 你看一下這邊其實有排水孔 對他有排水孔 對啊 洗脫烘三機一體的 當初 這個就是我們這棟大樓唯一一個 抗性 他沒有陽台 他每一間都沒有陽台 只有一樓 有一個很大的露台 去搜尋我們的物件 600多萬 698萬 對而且他有地坪20坪 20出頭20幾坪 對還有平面車位 他的地坪超大 但是他只要6 9 8萬 他是沒有裝潢 沒有裝潢的這麼溫馨 但是他有一個平面車位 對啊 那這邊整棟大樓就是唯一缺點 除了一樓以外 沒有陽台 那所以為什麼那麼便宜 615萬 而且還是 裝潢好了 對啊 所以洗脫烘就用這種方式是最好的 或者還有一個方式 二樓的鄰居 他們就是買他在二樓 他的衣服是掛在這裡 他弄一個曬衣架在這邊 喔 了解 其實這邊有 這邊太陽 下午的時候都會 曬進來 他說曬一個下午就乾了 OK 這個可以當成一個室內陽台使用 但是 就比較沒那麼好看 沒有那麼美觀就對了 除非啦 除非怎樣你知道嗎 如果你衣服量不多 因為兩個人其實也沒有 沒有多少衣服量 就是簡單的掛幾件在這邊曬 是OK 就是這種兩種方式讓你 反正什麼事情沒有十全是美 你去克補就好了 對 好 我們看一下他這個那個 公衛 有一點斜斜的 但是 不影響使用 對 他還有一個 窗戶 出去看到就是本街 那這個 上面這個 在這一棟大樓 就是那個農民醫院 對面就是 新醫藥局 本街早餐 還有這邊也在 也在對面而已 對 好 進來看一下我們第一間房間 第一個房間 他已經裝潢好了 都是隱藏式的 他的櫃子 都打不開 在這裡 是他的櫃子 好大的耶 有毛密耶 進去我看一下吧 原來是這樣子喔 這個大的衣櫃 在裡面 藏起來了 瞭解 蠻會利用空間的 不錯 對啊 這樣子 更亮 開燈又更亮 現在已經幫了 出來一點拍 還不錯耶 那種質感不錯 對 他其實房間比我們想像中的大 因為他已經把 櫃子做好藏在裡面 還不錯 其實上面還 還有那個漸層燈 對啊好 來我們看一下 第二間房間 他這個 這個物件只有兩間房間 兩間房間 對內窗比較可惜 那這一間就對外窗就還OK 看一下這個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一樣 這邊有一個比較小的櫃子 但是他這裡還有一個櫃子啊 這裡 對 好 那 基本上 他的規劃就是這樣一個雙人房還有書桌 櫃子 兩個 還有這個 這個也蠻大的 對啊 空間利用上還不錯啦 以一個房間來講是已經還不錯了 然後就是這個走道比較浪費空間 這個走道 然後一個對 因為他這邊房間 畢竟還是需要一個走道才可以進去 那他就弄了一個對內窗比較可惜 對啊 可以公掉嗎 不行啦 而且他這邊沒有開窗 如果他這邊開窗又更好 對 這個沒有車位的喔 嗯 這個是沒有車位的喔 記得喔 好我們剛剛再重新 複習一下 一樓 這一棟大樓的一樓 對他沒有車位 他這一間 615萬沒有車位 那我們下去看 他的那一樓的空間 先關燈 我來 我來關我來關 你幫我照整個房間看清楚一點 這個房間 這個走道 看哪一颗 直集现场完毕 这是四楼的 我们就去顶楼看一下好了 好哦 大佛家 有了 好 出来看看 看一下上面的大水塔 其实你知道吗 我们刚刚那个房间 我们有三台冷气的主机都装在顶楼这边 对 刚刚是不是说那个厕所的格局不是很好 对 为什么 因为它这边是写的 对 这样写的这样就看得很清楚了 顶楼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其实那个厕所不妨碍空间 对 那它基本上就是四层楼 五楼是顶楼 就是这个平台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 因为我们住四楼的话 我们就要很注意这个顶楼的平台 是否防水有没有做好之类的 那现在是有建商的保固 所以不用太担心 好的 那上面是应该就是水塔了 对 等弄着水塔 OK OK 好 那另外一边就过不去了 对 没关系 因为我们是这一侧 所以没有差 因为我们顶楼是这一侧 对 对没差 好我们坐电梯下去 来吧 你知道我们这个建商多可爱吗 这个是不是要BBB 对 但是这个不用 这个直接按就好了 因为它怕有这个 没有 我不晓得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应该不是 应该 目前因为在看房子 很方便 一楼到了 一楼到了 好啦我们到一楼了 那这一间就是一楼 698万这一户 它有一个很大的露台 D屏有20几屏 对啊 然后它有一个平面车位 但是我们在四楼那一户 615万是没有车位的 如果你想要有车位 可以买一楼 两房的一楼 大概是这样 旁边这一栋 这一栋也是要卖 我们公司也有接啊 我们也有接 800多万 888万 但是它的乌框非常糟糕 很糟糕的乌框 所以它卖蛮久了哦 对 因为要非常大的整理 要花很多的现金 是啊 它有前后栋 后栋420万 前栋888万 加起来1300 我们现在带大家来看的是 往那个后面 对 我们整栋的后面 这个呢 就是我们整栋的后面 对 我们刚刚有提到一楼二楼三楼 四楼都有要卖 对 四楼是没有车位的 四楼615万 有装潢没有车位 那三楼呢 三楼938万 有平面车位 没有装潢 二楼有装潢1098万 也有平面车位 有平面车位 对 一楼 698万 有平面车位 但是只有两房 对 有大路台 但是它有 对它大地平也有大路台 对 那个是很少见的物件 就这样子 但是它的一楼的 两房的规划没有 四楼怎么那么好 因为 它一楼有内缩 所以它的两房比较小 比四楼的两房还要小 所以我真的 严重 你们不是严重 慎重的介绍 目前 在东四市区 农民医院在这边 这就是 那个什么 市中心 这边最便宜的 在过去一点 对 在过去就是找市了 目前东四最便宜的华夏 两房跟三房全新的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而已 没有了 直接找我们 因为建商是针对 直接就是 不是针对 我们直接对建商不是投资客 请找我们 你不要看 这投资客如果买下的话 那个价位再拿出来卖的话 就不一样了 对 好 好 那就先这样子啰 那如果有兴趣 赶快联络我们 如果没有兴趣 不喜欢这一间 请多多参考我们频道里面的其他日间 我们有拍了很多很多很多 我们现在几集了 从以前到现在应该破千了啦 我现在新开的这个频道是300多 那没关系 我们以后还会继续拍 有 所以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对啊 按赞加分享 对啊 你一直支持我们 我们才有动力去拍啊 对 带你们来一起探险 直击现场 好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支持 拜拜 晚安 拜拜